警察局情侶甲大罪政热隊 於日前109年12月底 查獲王姓前一人涉嫌販賣毒品阿非包案 查獲毒品阿非包 漫途聯絡用手機 凱他蜜及販路所得新台幣15900元 經警方偵犯過程中 發現王姓的上手是第二層真性男子 所以立即報請橋頭遞檢署 出谷檢察官指揮正辦 積極作源 警方更兼真賢數月有余 發現真賢使用多部交通工具 包含兩部汽車、三部汽車 透過輪換使用之方式 在高雄市區外送販賣毒品查被包 警方於收證完訓後 報請改管地方法院合法搜索票 於8月16日前往查棄真賢到案 於執行搜索時 真賢刻意引導警方前往 其目前正正常使用之交通工具 刻意規避警方查期 為警方明察休好 鎖定真賢目前自放毒品之機車 透過將椅墊座椅掰開之方式 從置物箱內取出毒品咖啡包數百包 全案共計查扣、毒品咖啡包、兩百七十包、海湯命三包、半毒聯絡用手機等證物 以違反毒品違約繁治條例案 借送橋頭地方檢查署偵辦 針嫌經激壓警戒 警方在追溯針嫌時 發現其毒品來源是第三層之養性男子 所以立即報請屏東地方檢查署檢估檢察官指揮證辦 於8月24號申請搜索票獲准後 在離港帶查氣揚嫌道案 並查扣毒品咖啡包、鎮爆槍一支及聯絡用手機 全案高雄警方共計作貨增破三層半毒碗或擺三嫌 共計查扣毒品咖啡包、兩百九十十包、一千七百二十二公克包中 毒品海他命5包、毛縱生13.0五公克 半毒所得新台幣一萬五千九百元 半毒聯絡用手機用紙及鎮爆槍一把等證物 警方在此呼籲毒品咖啡包系統混合性毒品 殘雜之內容物不定 有殘雜二級毒品亦有殘雜三級毒品 致死性的危險性較高 涉嫌適用及持有毒品咖啡包 議會適判刑法 再者呼籲且無因好奇而使用持有毒品咖啡包 謝謝大家 他們是用怎麼樣的方式聯絡 他們是透過通訊軟體的方式 然後來約定價格、數量及地點 地點的話是在高雄市區外售 有時也會到外縣市 不過狀況比較少 是透過只要聯繫約定好地點 雙方交易地點約定好之後 到哪裡放售就是買家跟賣家的約定 那為什麼要撞開那個移定 警方在跟堅的時候有發現 針賢會有將毒品咖啡包 輪替置換使用與自動跟交通工具上 比如說今天放這台機車 明天放另外一台機車之當事 警方於跟堅的時候 最後有鎖定針賢置放毒品之機車 可以確定毒品就在那台機車裡面 那當然他也在我們搜索標的地方裡面 那你打開他們都是用通訊 暗示群組有多少 群組的話不特定 不特定要看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透過群組 用發送明片的方式 用一些暗示暗示 好